好 发生在昨天的时候 一兰有六名游客在清水地区游玩 可能是因为溪水暴涨 结果整辆车灭顶了 六名游客就被困在河岸的 河床的另一岸相当的危急 警销接获报案之后展开了救援行动 先将旅客安置在安全处 等待溪水退去之后才将他们平安救回 明明停在岸边的车子却差点灭顶 水流滚滚相当危急 连日的大雨造成溪水暴涨 原本六名游客傍晚在宜兰清水地热区 玩的正起劲 滔到洪水就这样突然涌入 海湖游客闪得快 却被困在对岸的沙洲上等待救援 车方人员及时到场救援 先将他们安置到安全处 等待溪水消退后 才将他们一一拉回岸上 突然啊 因为我们在这边来不及了啊 来不及了 山上的溪水暴涨 那车子可能要等到改天再 再把它拖上岸 只是明知连日都下着雨 还谈完冒险涉水 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 真的会得不偿失